嗯 看什麼看啊 這也是你講的模式 你超時了知道嗎 相信被你岔 給我岔 麻煩你下次寫外賣寫清楚的 你看看啊 你看看你就寫個懷德公園 這麼大從哪兒去找呢 你還有願意了是吧 你就是一個外賣員而已 大姐 我給你打了十幾個電話你都不接 整個公園我都討厭了 你還怪我超時 我還熱了小情 一會兒就遲到了 行的行的 你一個社會最底層的外賣員 又憎又臭 我還好意思出來跟人家互相親 你可別人出來禍害人 像你們這種最底層的人 不就是喜歡女生的外賣 啊 賞你了 你趕緊滾 不用 怎麼來的是一對姐妹 那個國家路程今年28歲 目前是一名外賣員 一個月有力的話呢 算花錢 沒房沒車 目前和養母妹妹住在 我不舉手 你好 你好 這是我妹妹蘇婉姬 今年26歲 哈佛金融系工商館系 雙博士學務 去年年收入50億 有房有車 還好多辛苦 不是名秀 而是那個極材 自行實力 唯一體的 神鼠袋 喜啊 你這整天一副冰山棉的樣子 什麼時候才能拖擔 你想追我 你想 哦 沒想到你比我還會開玩笑呢 婉晴說句話 再說說看 如果我跟你結婚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我怕是平地沒什麼專業能力 現在大環境又那麼差 而且我還在養子的養母妹 只能幹一些自有事 像外賣員呀 嗯 某月車司機呀 不過 現在大家好像都看不起這個職業 說實話 確實跟你帶不來什麼口罩 進路 青龍玉佩 難道他是爺爺說的 啊 不過你放心 如果你跟我結婚的話 我一定會努力做的 扣除無險一斤的話 我一個月到手七千 我六千都可以給你 你倆笑什麼 陸先生 你是個好男人 不過 我們不是來鄉親的 這 不是一號座的 你看看 這裡是休閒區專座 而不是那邊的鄉親腳一號座 外賣員 外賣員先生等一下 嗯 如果你能像神主大人那樣 在二十九歲 達到萬億資產 武力第一 你 有點難實現啊 這樣 只要你能達到他一半的水準 固執我力 我也可以考慮下給你 我就是你的行業 普通人 怎麼可能跟神主大人比 那不然也要什麼事的話 再會 再會 萬晴 你不是一直很煩那個前少追你嗎 我看那個陸成人不錯耶 要不然你還請拿下他當寶劍牌 這樣你就有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神主大人了 我和神主的面都沒有見過 更多更追求 我考慮一下 是你 沒想到吧 你的鄉親對象居然是我啊 你一個送外賣的 你還有臉笑呢 哎 待會兒過來看看 咱們這個鄉親條條是不是寫著本荷學歷以上 由正規職業 年收入二十萬以上的人才能拉 是是是 這外賣小朋友才能騎 你聽起來 你這樣有上根沒下頓的 跟那些禁場頂螺絲的 啊 還有什麼開網頁車的有什麼區別 也太來鄉親 啊 你怎麼還搞十月騎士呢 我就搞十月騎士怎麼了 像你們這種工資低又不穩定 我買個包包啊 包括你幾個月工資你都買不起 幾個月才買 好 要是我 我肯定是一頓不吃 我聽見了嗎 這種人 連買個包包都要計較 可想而知你碰的是有多差 以前沒學歷這種男人誰敢嫁 我女兒大端團體 不過對她的人起碼要送十幾個包呢 這要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還得你聽聽醜 行了 那她說了 像這樣社會最底層人啊 我真不知道有哪個女人會嫁 我呢 我呢 又見面了 這兩個女女不就這樣就萬代曉得了吧 她說太有假 人家的氣魄一看就是大人物 能來相親 您正直見 直見我收回經驚 拜拜 好了你 還找女演員過來陪你演戲是吧 你靠我這身情好 像請得起演員的人嗎 你等著 我回去就跟我媽說 你就等著在街坊裡裡丟臉 這樣才對嗎 二十多年了一次戀愛都會 萬一孤獨跟我兒子怎麼辦 姐 你就不能盼著我點好 好了 這遠的先不說 就說近的 今天晚上這商會 肯定又有一堆副家造業圍著奴班 有這麼一個擋箭牌擋著 是不是能省家很多買賣 也不知道對她是好是壞 一個普通人 真的能適應生物生活 拜見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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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說過 不要這麼正大關門的找我 你們這樣 我還怎麼過普通人的生活 神主 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國王解凍了您在大下的萬一自成 並親自設宴 有什麼表情 道歉就無必了 身為華夏人 應該為華夏人 還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走了 記住 千萬不要 是 哥哥 今天夏天怎麼樣了 嗯 是吧 你說你 你相親十幾次了 再不找個女 你要讓我幫你擠你背著襪子啊 幹什麼呀 當然是去劉家繼續相親 老媽都急死了 你知道嗎 我真想你 人家革命那個搞直播的 今年才28歲 人家都生了兩胎了 我兒子 怎麼這兩個女 所有都找不到 媽 我跟您說實話 我不喜歡你 那女的態勢 走走走走 媽 哥哥都這麼說了 算了 您老實告訴媽 你是不是喜歡你哥 哎呀媽 我沒有 你哥的情況你也知道 你和你哥沒有血緣關係 就是你欺負我女兒 我就知道你這個老東西了 好了 你藏演員欺負我女兒也就算了 你還敢大賞面 你和女女兒還真是一個人 我什麼時候的 你還敢罵我 我怎麼想問你們這窮鬼人家 送外賣 你的保洁員真是會氣 小鐘 我殺了你 劉姐 這中間肯定有點誤會 你既然來了 咱就商量一下孩子的婚事 好啊 你個送外賣的 想起我們家女兒啊 彩禮三百萬 一分錢都不能少 你把你女兒賣了 都不值這個家 劉姐 這三百萬也太高了 人家一般最高於就是三十萬嘛 就你家這窮一樣 娶我女兒 還要帶上你們幾個雷醉 對 還得有婚房婚車 總不能讓我解除你家這破定 就是這就加起來啊 三百萬 他一點也不 你們放心 車房的首付 我會幫哥哥付的 謝謝 喲 這個小牛長得 要不跟我做個小子吧 這樣的話 彩禮 我們可以只收兩百萬好嗎 要不 今天晚上 咱倆就去約會吧 幫你的贈手 求人就是名字 開個玩笑 想要結婚啊 你不是不可以 不過結婚之後 所有的家庭開支 都要由你這個男人來承擔 哦對了 我弟之後結婚的彩禮 你也要付贈 對 這個呀 你 我是娶你啊 還是娶你一家 跟隨我養你們一家 跟隨我養你們一家 這可是你說的啊 我媽一個月養老輩 你都會遺忘 我弟的車房你也成為絕了 至於我媽 咬得不多啊 你把公司全上交了就行了 就算我娶一頭多 也不可以娶你 你個窮二代 怎麼跟我們說話呢 你爸媽一個死的早 一定清潔工 我們家人同意啊 你就是你八輩子兄了 你這麼跟我說話 活該你們家窮一輩子 哥哥 你沒事吧 等不到你們求婚一家 生氣又能怎樣 實話告訴你 我姐今天晚上呀 要去參加一場章 運氣好的話 能認識那些 身價百億的外國人 到時候 你們現在想娶我姐啊 恐怕就碰上了 等我以為啊 今天想到了好的女婿 這一句話呀 就會讓您家 家 人 人王 行了那我們今晚就看看 到底是你家 不是 白痴東西 你以為那商會是誰都能進去的 一個年入不到十萬的人 等下輩子的 雖然我的年收入不到十萬 但是我光在大賞資產 就將幾萬 資產萬億 你小子真敢做白日夢呀 你怎麼不說你是神品啊 我說啊 你兒子 什麼腦子有病啊 如果有病就趕快帶他去看去 別在這兒啊 丟人洗顏 小子 不要說 媽 我沒胡說 本來呢 我想一把 烹飪吃烹飪就行 結果換來倒是輸了 行啊 我攤牌了 我吃一萬窩 這窮小子 什麼是一萬窩 你覺得我們不行嗎 我回來 這話牛逼的沒 笑死老闆 你以為拍電影哪 就你這賢瑜 還想翻身 你這有億萬窩 我現在 我天天給你喝酒 行啊 我記住了 到時候我會要求你 希望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小陈 妈知道你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的气 这风才不想结 就不结了 但是这种话 你以后可不管了说 咱家的情况 结果你都知道 妈 放心 我没骗你 三天以后你就会知道 另外 这两天 你们俩先别去说话 三天后啊 你们会成为罪行 哎呦呦 社会都没混几天 也敢说亿万资亡 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 你要真的是有亿万资产啊 我们家玉珍啊 无条件嫁给你都行 就你家的破花瓶 配得上吧 路晨 跟我去听 啊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就来 没事 去吧 姐 这个穷鬼怎么会有照片呢 你觉得他是个穷鬼 一个送外卖的 会有人喜欢他吗 就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女演员 这个穷鬼花了几百块钱 我的话是充满面 原来找了一个狐狸精啊 就可以充满自己的档次 我们家玉珍啊 可是接到了邀请他 去参加百亿商贵 不是你这种穷人 就可以看你了 百亿商贵 我 忘记得给你家的东西 妈 你听他说的什么话 你不怪还真以为自己是千亿女 总裁了吧 装病生的老娘投上来了 são 发生了 你能打我 这里不欢迎你 那是 一个穷鬼好意思让我们管 哎姐 我们先去准备参加商会的事情吧 回头回头再说不着 那咱看来跟火结婚 是你最好选 苏小姐 既然你没什么意见 明天下午明正去见 我我我 苏小姐 我们这就结婚了 爷爷 我一定会找神医治好您的 妈姐 爷爷的病 自己知道 爷爷唯一放弃不下的 就是你 你能答应爷爷 爷爷您说 爷爷想让你和一个男人结婚 他行不 有养父母 照顾着 他行前 带了一块 清风玉黑 他的身份 其实是 爷爷 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遗嘱 一方面 我是想让你帮我摆脱前家 怎么了 请问苏小姐 你的爷爷 是不是叫苏宁天 你怎么知道 好你个老子 当初让我欠下一个人情 原来是为了把自己的孙女嫁来 苏小姐不是很崇拜神主 你一个千亿总裁和我这个送外卖的结婚干嘛 不是很掉价吗 我想你是误会我和你只是假结婚你跟我崇拜的神主相比一个是地下的尘土一个是天上的浩月天差地别我不可能会对你有意思我和你假结婚只是为了摆脱前家还有各大家族少爷的骚扰让我有机会更好的追求神主 当然啊我并不是看不上你的身份只是在我眼里任何人都比不上神主 算了这女人长得不错人品也比那个刘玉珍好不上千倍 还这么爱夸了刚好妈也在催姐姐姐办 好那行吧就这样 嗯 你很勉强 没有能被富家女看上高兴还来不及 这个是我们宫房的钥匙你可以先住在这里 行那我就先收下 但是 还有这个是百医商会的邀请盒 你晚上过来我带你积攒一些人埋 行那晚上不见不散 依然准备口结婚了 那彩礼肯定是不肯定 喂 九尾 准备一份两千亿的合同 还有一尊金佛 送到商会上去 干吗 你说 啊 不开我 我 你大 увид 你大аша 就空 我总是 商会原来是来打杂呀 你这穷屌丝也真够搞笑的 财礼你都给不起 他讨了这商会 你知不知道这可是千亿女总裁 为了外商而举办的商会 就是就你们家这条件 配来商会吗 没记错的话 你们家也没有多少钱 别等着你高高在上面 你这穷鬼还敢丁嘴 现在是主要这 刘姐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们 我都说了是外商的商会 你们一家的穷僧样 留在这里 是来给我丢人的吗 忙没事 要老道歉 不可能 你们家都是底层建立 也配让我道歉啊 你家也没比我们家好到哪里去 你凭什么这么嚣张 就凭玉珍是我的女人 玉珍 正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我今天刚将中的对象 夏少 身将十个亿 十 十个亿 姐 有这种好事 你怎么不提前说的 我这不整个仙人是要给我打鼓的吗 没关系 你碰我 你就是一家人 对对对 一家人 一家人 穷鬼 看见了吧 让你出三百万财力都拿不出来 现在啊 我们家玉珍 可是攀上了 十个亿的少爷 之前还说 让我们在商会上丢脸 现在看来 还不知道是谁在丢脸 不会说 现在啊 是这样 这小子呀 说他是万一行业 今天要在商会 要让我们下回道歉 这不搞笑呢 小子 说大我钱 咱们都能 这场商会 可是天海千亿女总裁 书满情举办 用你的群态 还敢在这弄事 原来 这是老婆举办的 夏少 你看 你这话一说呀 这小子 小子连话都不敢说了 我有什么误会 这个商会就是我老婆办的 让你们懂的 这是你的话 我没听错吧 千亿女总裁书满情是你老婆 哈哈 还敢在这说大话 别他妈做春秋大王 哎 夏少 你没看吗 他可是臭豪牌的呀 豪牌卖的 你个臭松败的 居然敢说 千亿总裁是你老婆 是不搞笑的 能笑你就多笑点 等我老婆一会过来 我好怕怕呀 你吓死人了 夏少 你把它赶出去吧 留在这的话 一会等到外山来了 我们岂不是都得丢脸呀 说得对啊 这样吧 我 给我把这一家的穷鬼丢了去 动手 我看谁敢动我呢 妹子 你怎么说 我还想说呢 怎么又是你这个女演员 我还想说呢 怎么又是你这个女演员 这个万万元 到底一天给你多少钱 你够了 你来你个吧 你了 你打我 师爷 你确定他真的是女演员吗 光一不是都不爱 先生你见识过吗 知不知道 这是不是真的苏总呀 我也不认识 苏总想来低调 估计只有今晚商业酒会的大伙 看到王子认识他 那我们还是寻生一大伙 你们不会以为 他真的是千亿女总裁苏婉晴吧 这个外卖员请了这个女演员三次了 你们动脑子想一想 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外卖员 他的老婆怎么可能是千亿女总裁 这根本不现实的嘛 也对啊 这真不可能 如果他真的结婚了 这一家子也不可能这么卑微 那你们就不怕我妹妹真的是千亿女总裁 小表 那你没你说话的笨 段强 他骂我 下少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吧 忽然的话一位外甥来了肚里的异象多寡 泰勒王子到 泰勒王子 泰勒王子 就让我打名 泰勒王子 您这俩想 你没家庆轨 他就给我开 泰勒王子 说外商大了 如果因为你们耽误了和外商的合作 你们担当的请啊 哎 你想干嘛 你没听说过吗 好狗不等到 老你啊 我不管这个臭搜外卖的一天给你多少钱 吃相的话你就滚远点 谁给你的担子跟苏总这么说话 你是苏总 那你岂不知我是苏总的姐姐苏露凌 恭喜你哦 猜对了 苏总 刚才真是我太无礼了 我刚刚对你们说话太不见了 我现在诚恳的向你们道歉可以吗 我们都错了 你们早次可真大 陆涨 你和苏总论什么帮我们说说呗 对啊陆涨 你跟苏总关系这么好 我们没有是这么多年的邻居 你就帮帮我吧 你和我 你和苏总关系 当然 他什么了 晚清我命令你马上根据小子离婚 晚清我命令你马上根据小子离婚 看来看了王子喜欢说 我们家正能信心 要是能帮助太乐王子 咱们家又多了一个百亿外商大佬 苏外清我还要抽搐一遍吗 太乐 这是我的个人私事 你没理由这么强烈的介入 我今天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就参加这个转会 结果你倒好 跟你个一点没名气的人在一起 哎 二伯拉 先不管我有没有名气 你凭什么对我老大 我告诉你 哈这辈子 他讲是他最正确的选择 你个臭不要脸的转调子 你连三百万财礼都给不上 还想着在身家百亿的太乐王子 面前逞的太乐王子 你可不要被他给捕住了呀 他们家呀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保洁员 以及个服务员 一年的收入啊 都不够你机器上的一个纽扣呢 我还以为你多有钱了 原来你是小别三 我今天来这 有个小空可回去 来人 把我拼你送上来 麦勒王子特为苏婉晴小姐送上 沈主燕邀请函十张 金条九百九十九根 以及十亿合同一份 总价值二十个亿 二十个亿 我 熊鬼 就二十亿瓶礼你比得上吗 二十亿才能 根本不及我屁你的皮毛 我说你个穷小子 要不要今天你在说什么 没想过 先喝一个神经病香过去 真是晦气啊 你小子呀 只会满嘴跑我说吹牛皮 连草宝都不够 二十亿是你屁你的皮毛 难不成你能送出百亿瓶 我哥你这些十亿 根本是拉得紧 宋尔晴你也看到了 你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这现在还来得及 你和他离婚 嫁给你 泰勒 不管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只要我跟他结婚 他就是我 我很反感的恩怜 我 行 你是为了一个第三人 和我四伯恋吗 这份十亿合同 正好解决苏家资金的问题 你要嫁给我 我保证 十天天苏家会国产 你是在威胁 十有如此 你的选择 只有一个 嗯 白过了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耳朵真的有 没听到你送的屁股 不及我屁股 我告诉就算没有你 我老公司 照样 就是你 要不是这场上会 你这辈子连见我自己都没有 行了 这是我的事情 你解决不了 放心 你既然是我的 那我 听过 神主测试的 为苏婉琴小姐送上 定级豪宅五十斗 神主业邀请函两百张 两千亿合同一份 两百张邀请 这可是价值净百亿啊 还有一份价值两千亿的合同 这些东西要给我们 我十倍都花不完呀 哦不一百倍就都花不完 这怎么可能啊 你只有一个外卖员而已 快过来 现在 我别的气 我看 您是 泰勒狼子吗 对 您怎么打架 我来你打枪做客 却遭到 鸡肢球虫奴录 原来你打枪就这么对待外强人的 喂 明明是你不要拉着我妹夫在这比彩里 现在比不过了就开始道德绑架 真 苏大小姐 你哪个眼睛看见我们家泰勒王子 比不起了 你带来的那些屁蜜 不就是我妹子带来的 当然不是 那是我们家泰勒王子呀 不托人叫我送来 哈哈哈哈哈哈 李大人 这屁蜜真的是他送来的 这小子一股穷酸样 不送得起什么天价的拼蜜 各位 这拼蜜是我不送的 李苏小姐美貌和水利 当然配得上钱一字 你还真是无痴 还有你为了贵底的外国老 李小姐美貌 你就不怕得罪了 你忍不起 那个虾猫碰到死耗子的穷鬼 你有什么脸面 给我们泰勒王子和李大人 这样说话 就是 要是我们大厦和外国有人的关系 因为你而损坏 你担待的起吗 还敢威胁李小 你知不知道他的背后 可是大厦首富宋城 身价达到了三千亿 多一多酒 整个天海 都得镇上一镇 万青 你还不帮那一句说这句话 他要先买新高期啊 让他认清一下现实也好 那万一 那财里真是他 我查了他所有的信息 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和人脉 臭臭 你现在给我跪下来磕个头 我就原谅你的不敬 我们泰勒王子 这么宽宏大量 还不赶快跪下来磕头认错 好 很好 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走狗 可不可以好 搜查 十分钟 龙鹰酒店 自情不顾 宋总 是你配提的吗 就是宋总可是大下属 他是这个医官 比你这个穷鬼的命都正 你吹牛逼钱 哎 莫莫能 现在不糟糕了啊 哈哈哈哈 我劝你 还是放下来的 被威又哭了一次更新的 走吧 你冲动 李大人 我儿子就是太冲动了 我给你和泰勒王子道歉 你大人有七百块钱 你拿着 你算是我们一笔心意 一骨子穷酸粉 你这个四老太婆 你离我远一点 你 行 我们 谁允许你们走了 你们刚才不是想兜手了吗 咱们切磋一下 万青 这个魏国老怎么这么嚣张 姐 你还不知道吧 这泰勒王子还有一个身份 全国都成冠军 什么 那妹夫 那里王子 我儿子就是学习大了 其实他心里不坏 我已经教育了他 成年人犯的错 是要责任的 刚刚 不是喊着让宋总过来清理门户 现在 人呐 他是开玩笑的 你 别胆着 王子 打这种穷人呀 只会脏了您的手 我让下人处理 来着 把这些穷人 把这些穷人的 我 打下手负 宋总到 宋总 您怎么来了 是你拿外的东西 吃你拿外的东西 宋总 你为什么打我 宋总 我信你真的来了 宋总该会真是这小子叫来的吧 你知道这次他是 成年运气好 还学有点本事了 我看这次像真的 为什么打你 宋总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打我呀 婚 老子告诉你 你名下的财产 已经被我无限期冻结了 从今往后 擦你伤戒冠 老子打断你的腿 为什么呀 宋总 心里还没点说吗 群王送的屁 你敢讨好卫物 颠倒黑白 你让老子怎么保你 这是神祖送的礼物 你怎么说 这穷鬼说的真的了 怎么会是神祖 宋总 邱阳他名 我是泰勒 管你是谁 在我大厦地盘犯了错误 就应该道歉 宋总 你什么意思 要是因为一件小事闹的 两国有意破裂吗 闹领神王的聘理 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吗 你要是激怒了神王 我怕灭了你的小 哇 杨国又情 怎么会被这么小事有影响 我万里刚过来 你们贝利亚的大厦人 不信归拜就算了 还让几个球手找了位置 现在竟然还让我如此难看 不该你们守护着狗舞 不该你们被打压 你这个人啊 冒领屁礼就算了 还这么嚣张 我们之前可是很松重 现在侮辱我们是什么意思 尊重 你们卑劣的大厦人 为下阴界才讲尊重 我还让你们跟我说话 是我对你们的恩赐 我黑原来这就是你外国佬的真面目 狗眼看人机 这是大厦的地方 哈别不知好歹 泰勒 你不能侮辱我的国家 我希望你道歉 孙小姐 你很幸运 带这些卑劣的瞎灯人 给我开上 但是 你还没奉勤 我们收分差距 我可是你们大厦 尊贵外国友人 还是个个王子 我道歉 你们赔吗 你们不是对大厦无数很自豪吗 给你们一个机会 打败我 我就道歉 打输了 你会见到我们这些贵族 归下行李 泰勒王子可是世界刀战冠军 轻鬼 你不是一直很想动手吗 机会来喽 还不赶快上 怎么 就这么想看你外国爸爸被打负 泰勒王子一拳就能打死你 不过这个时候 还说你 你还真是不知道学士 得了吧 还斗得绑架 哪招法律规定我们只能喜欢国人 你们这群人 怎么一心向着外人 老妈 你们大厦人是会大嘴炮吗 这么就没令他上来 啊 来人 上台 丹萍 宋总的保镖应该很厉害 要是在天海的 他的保镖应该 可是 你 哦 哦 怎么 你们大厦人 就这么点本事 今天发生的事 我会宣传出去 到时候 宣传都会知道 你们大厦人 神残落体的猎种 哈哈哈哈 也许 那 我们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多 但是 有一种神残怒 那就是对我们祖国的侮辱 我 我 洋洋大厦 一撇 你那街世界 何曾暴力气 何曾吃强 肉 百年前 你们这些青年人 陈兵国们 铁铁之下 血不住 我大厦之所以行兵动 乃是你们这些蛮夷 跳脸在线 饶我 不过头 想当年 我大厦 只能眼睁睁看你杀我 抢我活跑 而如今 我大厦已然卷起 星星之火刻的音乐 而等切记 犯我大厦之 虽欲必复 没想到 他竟有如此气不 来人 给我拿两把刀上来 坐坐 小心我的刀 这全部 竟然第一个回合就打败王子 怎么回事 王子竟然被打败了 妹哥 造死这个死外国了 加油 啊 啊 造屏 我 跪下 到 去 跪 到 去 嗯 美谱干得漂亮 这小子疯了吗 这可是太乐王子呀 这得罪了他 以后大家想跟他合作就难了 还是太年轻气瘦 迟早要遭到社会 都被人误入到脸上了 还这么说 你们是有多解 你小子能打有什么用啊 出来混讲的是势力跟背景 只会用蛮力 你知道得罪太乐王子的后果吗 就是 太乐王子是摩尔苏是贵族 哪孩子当脚 摩尔苏 就是大象 反正你不能这么对他 否则 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 保光你这个下头男 我说外国老给你什么好处 这 这么 就凭他是贵子 你是底层贱敏 人家动动手指就能有几个亿的流水 你能吗 你现在这副样子和汉仙走狗有什么区别 原来有老婆 是这种感觉 你今天的表现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但你要懂得掌握空间 知道了 看你起来都这么困难 下跪道歉 留着吓死的手 马上就是神主的回归宴了 打下人的行为 我会回归宴上告诉神主了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还有你得罪了我 我能让你村市集团马上破产 这小子能打有什么用 他有迁就吗 你小子敢想神主看着 真是活泥 那万一我要是神 真好笑 神鬼 你到底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宋总 我这妹夫真是传说中的神主吗 我只是听说我的手下见神主才以示 尝好外国人 我只是来处理而已 至于这位小兄弟 我不认识 我就说吧 他们家在什么尿性 我不是清楚 就是一个爱说大话的神经病 姐 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搞得好 神主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帮助你的身份 在我回归宴之前 我想再考察一下这个 帮助 imposing 你也不管 我就知道结婚没什么好事 老婆你没事吧 老婆 我进来了 我的衣服 老婆 老婆 我的衣服是 既然行了就過來吃麵吧 吃東西 能吃 剛才你童韻了 就是因為吃這些山珍狂的吃的態度 以後儘量吃點香膽 沒想到 這東西還挺好吃的吧 那當然 剛時英國公主吃了我的麵 都想嫁給我 說你胖 你還喘上了 哎老婆 既然我們已經結婚了 那明天你陪我去見家裡 不好意思啊 我的行程一周前就已經安排過了 沒空 老婷 妹妹快 跟我去商會 出什麼事了 大廈的股市崩盤了 包括我們公司在內的幾天家公司的股價 全都跌停 先股跌停怎麼可能 果然是這泰哥 看來這外國人來真的 老婆 你出去打個電話 是吧 你可算來了 走走趕緊來這邊坐 現在什麼情況 奇怪很嚴重 這些外國人 早就準備了很久 一次性就多用了數萬一字心 為大廣告 大廈的股票 王妻小姐 我們又見面了 還記得我跟你說我的話嗎 我要讓你補充 當然 目的還是 把你們大廈公司 百分之九十 那 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你怎麼不如把公司直接給你 讓我們把公司給一個外國人 門都沒有 只要你願意給我 我就 聽著打壓你們的股票 不然過不了多久 你們大廈的股票 將會崩盤 股票公司 被迫退市 你們大家的經濟恐怕 蘇總 葉總 現在能救我們股市的酒 只有你們了 是啊 你們生下都在前移 能不能打壓這次外國老的圍酒 就看你們了 電腦拿過來 致下 小心 按摩 還起 我 坐下 看 辭職 你 自己 你 取出來 啊 國難大鋪 又用個屁 全部給我取出來 啊 把我的官司不想拿出來 電梯被打開了 大盤開始掌了 你也開始刮麻太盛了 加把劑 大盤也要廢洪了 容易也亂想 安董大叔 給我總共有錢一支金 不要把大蝦公司踩在腳下 又電梯 觸動所有的資金 不然就沒救了 繼續加錢 想把所有資產淘陷 打壓的資金太過龐大 加上股民的恐慌情緒 我們壓根拉升不上去 要想拉升大蒜股市高端了 因為我們存在一個行安全 這股市稍微一打壓就接停 多少年了 還是他媽正尿性 他媽的無語了 我們可是多用了十萬億資金 加上你們的投放機器 沒有十萬億資金 不可能還是無價 大廈有居固化 事實無止為軍艦 你們現在脫下 我就收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否則 你們等著崩盤 然後再選擇 你還要來 打壓這資金 不然 沒有 這麼看 你會把我的老 不然 你不會就 你不會 還看 这次我照样看见 一个就闭门以下的人 我陪说这张话 现在我不仅要你们90%的部分 还要让你这个小子的店铺下道歉 否则我会用数万亿资金 打压你们的股市 喂!你这人怎么还不发口啊 现在是你们求医我完成我的要求 不是应该的吗 喂 没听到太太王子刚刚说的什么吗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 你想让我们大厦都玩完吗 就是 你要是让我们大厦的经纪 因为你一个人崩了 你干得几吗 你们两个还是一如季武器 既然这么想听 干嘛不顾他贵心 我呸 别在这血苦攀刃 我们让你下跪打起来 是处于对大厦苦事的考虑 你要是把太太王子惹怒了 他把大厦的股市打崩盘了怎么办 这个穷鬼知道什么是股市呢 别跟他们废话了 他要是下坏了 我们就抱脚抓他 被外国人绝交 你们不一致对外你就算了 还处处帮着他 怎么 有本事 你让股市涨回去呀 要是没有 乖乖 那如果我让股市涨回去怎么办 没吃东西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没听到太太王子说什么了吧 如果没有十万亿 股市是不会涨回去的 你知道十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不是 你别添乱 那个十万亿 十万亿 十二妹夫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但是十万亿这么大一个生命 谁他就算了 就算你一年赚十万 可是得一亿年 总管 现在知道十万亿都不是什么 我现在看全球直播 我要全球所有人知道你们大厦故事 别我猜在脚下的样子 哎呀 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 我就关注你们的打厦 行 这个是你拿我的 我把我的海外资金三十万亿给我调除 把我的海外资金三十万亿给我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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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逗死我了 你快逗死我了 你不没见过失眠的样子 三十万亿 你知不知道 不不自负好保障 所有负好的资产加钱 我都陪你赶到丢人 这张币就算了 小三张怎么卡币 沐晨 你到底想干嘛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那可是全球吃 你当着全球人的面夸下海口 你吃不吃的 你丢的不仅仅是你的人 我们大厦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结果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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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好好回忆一下自己刚才说的话 三十万 这世上有谁能拿得出来 大家看见了吗 这就是大厦人 他刚才把话说 他拿出三十万亿争救大厦故事 这是我二十一世纪经过最搞笑的话 哈哈哈哈 现在丢人丢到了 都怪你 让我们大厦也跟着丢人陷阱 你真是我搞不懂了 你怎么每次都还说这种大话呀 你就没有点羞耻心吗 哎 你听没有什么 观众 看到了吗 就卑劣的大厦人手撕起了 无言无言 三 二 五 小子 怎么还在这儿说什么呀 你最近进场 别挺慢打开啊 啊 你今天开始还是你跳 什么 什么 仙谷掌平 什么 仙谷掌平 what the fuck 这怎么可能 要的 你刷了什么手段 哎 莫哥 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奔跑了 他有心操心 说什么 什么 全国是保跌百分之五十 五百家公司 破产 赶紧把我们六万一收回去 把市值拉上去 哎 万天 他们好像自己崩了 不可能 他们的股市很健康 不可能会突然崩盘 除非 有一股巨额资金 自己崩盘了 大厦股市的千股掌平 和国外股市的崩盘 是你要说的 我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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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猪在这手打坏 是 各位 你们小心点 不要被这小嘴骗了 看到了 最新新闻 大厦股市遭遇国外六万亿基金领教 关键时刻神主出手了 也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神主做的 只不过为他下边碰到错了 对 就是这样 当然了 除非 你们也相信他是神主啊 神主是何等大人 任理万一 怎么可能会是他 崩了 崩了 全球故事出了大厦意外多崩了 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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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故事出了大厦意外多崩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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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播报一条新闻 由于全球股市遭遇巨额资金打压 无数外资恐慌出逃涌入大厦 专家预计大厦股市将迎来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大牛市 相关机构将陆续出台大厦股市严管制度 最后 请广大群众理性投资 这些都用多少资金 才能以一举之力 赶翻全球股市 让大厦股市进入牛市啊 神主的身价只有万一吗 这一段操作下来 怎么样也得东东数十万亿啊 你们怎么知道 神主只是在大厦的资产里万亿 他的资产变过全球 由商业大楼预测度 他全球的资产总和 莫须已经达到了百万 什么 百万亿 那指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复古遗国 万千 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多美心 现在 大家还相信他是真正的神主吗 人家是何等大人 注定留名轻视 而他 只不过是穷尚不缺的 臭乏买卖 而且大家想想看啊 神主怎么可能会亲自去相信 而且还失败了十几次 他要神主 我名字倒过来写 神主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明天就是神主的一夜 神主到底是谁 人生间 反正肯定不能是他 你看到现在 敢说一句话吗 妹夫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神主 我说是 你不是 有个小时候 竟然大乡的危机 不及 反正 反正问题就是水贵业 到时候 彩虹 這次公司危機我可幫你解決了 你不要怎麼說 都得跟我回去見家長吧 行了 新聞都說了是神主解決的 新聞都說了是神主解決的 幹嗎 你怎麼說都得跟我回去見家長 現在所有人都知道神主追求你 你怎麼不激動 我對自己有自知之明 雖然大家都說我是千億女總裁 不過在神主面前 我就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我連神主的面都沒有見過 更何況他追求我 不過明天就是神主宴了 到時候我一定可以目睹神主的真容 也算是 了缺了我的一樁心願 那如果說神主是我呢 你什麼底細我不知道呀 那這個神主回歸宴再說 那你總得跟我回去見家長吧 公司的危機是神主解決的 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這樣 你再有什麼問題 我幫你解決 如果這次再解決的話 你就跟我回去見家長 怎麼樣 給他安排一個困難的任務 讓他吃男兒退也好 這樣吧 公司在天會城 有一個武藝的項目出了問題 只要你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我就跟你回去見爸媽 並且 都是集團副總裁的位置 也給你 你叫 把你們老大叫出來 我要跟他談一下天會城項目的事 美女的要求 你們當然不會拒絕 不過嗎 我們老大有個規矩 反正是去撿他的美女 我伸了去 你們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你們要是個套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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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帶我去見大蛇 是 等一下 我了 我們今天 在地獄酒店見過 啊 我知道 帶我去見大蛇 我有事找他 行 你跟我走吧 走啊 神主怎麼在這兒 來 哈哈哈 搶吧 誰搶得過 我今天晚上就第一次吃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動 老爸 他怎麼打什麼人啊 哪個混蛋 幹什麼 做我的人 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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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誰啊 我打的 我把他幫他 你到底是誰 煩得過 太多 你怎麼打的 然後你就帶那些 錢 是不是 我不是嫁钱 我确实是鸡皮女人 如果你愿意推我一把 这开发钱就给你 小婊子敢打我是吧 别因为不敢动你 阿伯 能不能先听我说一声 这块对 是我了 麻烦你们两个 你老婆 苏婉晴 哈哈哈哈 苏婉晴都拿我没办 你个不知道从哪帽子来 黄毛小子 干嘛 想逞英雄是吧 来人 人呢 你咋说的 你说的是你门口那些口吓 你把他们怎么了 没什么 叫他们设立下 哟 看来我小看你了 你想帮苏婉晴是吧 啊 打败我 开发拳 会 行了 你小心点 这大事可不简单 文婷 你说大事呢 说什么事了 是妹夫 他长的大蛇呢去了 算了 大蛇可是鼓舞高手 这不成风了 见真哪去 他现在一直告诉我 赶紧去找 就你也可以当天海地图蛇 你到底是谁 实力怎么这么巧 甭甭我是谁 现在按照你刚才说的 交收地产去 小子 能打又怎么样 脑子有大靠山 你热不起的 啊 啊 这么说来 却想防洪 老子占领地方 哪有教授的道理 天花老子来的也不行 宋总 你来了 宋总 宋总不是你我一个人的 待会你接受 小子 我大靠山的 知道他是谁吗 宋城 坐坐脚 整个天海都得低剑的大牛 啊 废话 谁给你的打量 敢挑战苏晚清的地方 啊 这宋总怎么会包苏晚清 不对 我还愣着干什么 给陆先生道歉 他就是无名之辈 他要是无名之辈 你我都是蝼蚁 这回事 陆先生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会的 给我好好赐 要不然 拿你试问 是是 陆先生 我先告诉你 我可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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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就能够好吗 今天明明还要是 但是婉婷,你真的决定拿出一个疫区就没有 大蛇心狠手辣娘子是不知道 如果不拿出重金的话,她一定不会放过陆成的 嗯 走吧 卖了 卖了 这怎么回事 她怎么会和叶芷妍在一起 老婆,你怎么 看来我是打扰到你和美女喝酒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这老公,她真是个宝贩 再不说话,妹夫可就要被抢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总知道 那你把天会时候像我的事给你 我就告诉你 你做梦 哈哈哈哈哈哈 嫂子,这钱不是少女士的路先生夫人,我有得罪,对不错 这份开发权合同还给你 这还是天海的地图书蛇影,难道是吗 到底怎么回事 啊,是这样 我呢,跟陆先生一见不顾 所以我就让我的手下退出了天会城向我开发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看来 我还是小看你的谈判能力了 你笑什么 笑你单纯 管好你自己 既然你完成了这个项目 那舒适集团副总裁的位置就给你做 那明天跟我见家长的一个事 明天 明天不行 为什么 陆先生,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他跟你闪婚,完全是为了明天的寿宴,拿你当挡箭牌吗 不如这样,你来我夜市当副总裁,我给你开一个亿的日期 闲暇时间,我们还可以培养培养感情 你觉得怎么样 叶芝央,你来这就是为了跟我抢投资是吗 现在还想抢我呢 我劝你啊,最好不要夺顺劲 一开始,我确实是想拿你当总裁 但是,现在我欠你一个人钱 明天的寿宴我会自己认 放心,这样的话 不如这样 明天我妹妹有个同学会,你陪我去 然后,我会怎么样 呃,我 我看一下 喂 沈主大人,直升机为您开过来了 啊 参加个同学会而已,听我抓这么多,况且 我一定有重要 是 直升机为您停在迎圣酒店楼顶,静候沈主调令 你 好 好了 我快带上 哥,停车 好 这里外卖原不卷条,赶快走开 这个不是我们班的班呐 售外卖员是 是我哥 天啊 这就是一个不对了 今天我们都是带着大佬来转会的 你哥这 外卖这个大佬啊 班长咱们走吧 别管他 走吧 哥哥 要不咱们这不去了吧 为什么不去啊 你先去我在这等你嫂子 陆晨 他怎么在这 去帮我准备点东西 是大小姐 哎 文晴 我看前面一幅刚才进那个包厢了 你先去吧 我有点事 叫处理 好 那你快点回来 因为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 一副 我还在这里 小子呢 小子呢 可能还在路上 一起 看不看 我们还在路上 嗯 你 我们还在路上 来的人都差不多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刚认的大哥 夏氏集团的总裁 夏人夏少 他的父亲呀 就是这座圣银大酒店 夏氏集团就是市值十几个亿的那个 各位 既然是黄宇的同学 以后呢 来到银市那有店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 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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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今天来了很多商业大伯 不如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好 这场同学聚会呢 确实不是单纯的图片 目的就是 为了让大家共享分源 那出了社会嘛 怎么得有个照应 哥 我不知道是这回事 别怕 哥不会让你丢脸的 又请 江蕾你介绍一下自己 再来的话 大家好 这是我两个多 如今正值 夜市集团中管 您收入高达五千万 各位 今后有什么问题 随时来找我 这是我堂哥 麻省理工的教授 在学术界 名气很高 如今被登国发了绿卡 永久定居在东国 各位要是碰到学术上的问题 啊或者是想进某个学校 可以找我啊 安心想问一下 我弟弟想订去国外 当时我没方便帮忙吗 这位是我的为夫妻 啊是嫂子呀 那待会参加娘同学会 你给我 留个研究方式 我直接让人搞定 好好好谢谢你啊 这位 没见到 啊对 嗯清零啊 你都把女朋友带来了 我介绍一下 谁把这穷鬼放进来 嫂子 你能认识吗 这先找我相亲 光明正大的说 自己 是初中学历 还是外卖员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 今天只是普通的同学聚会 今天来同学会的 把个都是一方友 让一个外卖员过来 说你不好听的 让一个外卖员 来的朋友 又是一颗老鼠的形态 一波好脏了 那 你们也这份份了吧 听见了 不是我们不欢迎你啊 而是一个外卖员 容不了我们的呀 没记错的话 不从鬼是外卖员 他老妈是清洁工 对啊 他妹还是服务员 这一家子里 怎么职业啊 要不这样 我给你介绍个渠道 能赚大钱 什么 陪酒女 就你这么样 一晚上 能赚好几钱吗 对于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出话 你不觉得你说的很害臊 你一个送外卖的 不能来参加我们这场同学会 我有什么可爱做 哥哥 咱们不理他 我们走 哎呀 这大家都别伤了和气嘛 再说了 这外卖员 也是被社会 付出贡献的 大家说是不是啊 清洁啊 没想到 你家那么贫困 这样 你同学聚会之后来找我 我保证给你安排一个 你买你的工作 谢谢 不过 我听我哥安排 哼 怎么 听你哥安排 跟你哥一块 送外卖啊 哈哈哈哈 清洁啊 清洁 难道你真的 就喜欢那种 在电瓶车上笑的感觉 在电瓶车上 电瓶车的钱 也是我哥辛辛苦苦赚回来的 我们可不可以嘲笑你哥 你这个人在开的 不是大牛排练动车 你一八千呢 你 不好意思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平时呢 我不开车的 因为路上太多 所以啊 一般都是坐直升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实在是忍不住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实在是忍不住 莫大人啊 坐直升机送外卖 哈哈哈哈 车牛说 可不可以说点实际 一架直升机两个亿 而且不是有钱就可以开了 怎么 难不成 你隐藏了什么牛逼的身份 各位 忘记跟你们说了 这个穷鬼啊 本事不大 说大话的能力 倒是特别人 自己要说自己资产过益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自己是神主 你们都别笑了 哥 咱们受这气 我们走吧 你看 这样吧 记不记得哥曾经说过 会让你们过上信心 不是 可是 是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一下 楼下的宝马车是谁啊 可以挪一下吗 是谁这么有钱开宝马呀 不好意思 是我的车 呃 那就麻烦你帮我挪一下 好的女士 对了 还有楼下的麦巴赫也需要 我去麦巴赫 咱们里面谁这么心痛不漏呀 是我的 麻烦你也挪一下 好的谢谢 对了 某人的外卖车 是不是也挪一下 哦对了 请问路先生是什么 啊 是我 怎么了 您在平层厅的直升机 需要登记一下吗 这是直升机的 我 这是什么啊 你说什么 那家直升机是他的 是的 是路先生的 哥哥 直升机是怎么回事 就会还是这么张扬 哎哥 呃刚才是我不会说话啊 我向您道歉自罚一杯自罚呗 十分抱歉 刚刚得到消息 楼里上停的直升机 是苏氏铁团的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奇怪 刚才明明说 直升机的主人是路晨 怎么现在又变成苏氏的了 快点被你瞎摸摸上死号了吗 我就说 一个抽松外卖 怎么可能有钱买得起直升机 清醒啊 虽然他是你哥 但是他这副说大话的嘴里 也太漂亮了 路晨 哥哥 直升机是怎么回事啊 爸 应该是我手下去登记了 然后给你嫂子请下 你这意思 苏氏集团的牵引女总裁 是你老婆 哎呦说兄弟 你这牛越吹越大了啊 连苏氏集团都搬出来了 哦对 咱们这有没有书氏集团的人呀 我在书氏集团的应职 大老 认识他吗 不认识 这直升机没法确认 现在书氏集团的身份也没法确定 你说 你还能怎么说 你还能怎么说 苏氏集团那位好多确实跟他用 别想太多 人家被神里看 怎么可能为他这个穷鬼来不及呢 是啊 以我们苏氏集团的规则 在外冒充 苏氏集团工作人员者 我们会追究他的责任 听到了没 连苏氏集团的大老都发话了 你还不背下道歉 哥 你在苏氏集团是什么职 排务部 无管 很好 明天可以给我来 你这是要替苏氏集团 开了吗 那你要不也把我开了 我哥可是夜市集团主管 咱们天海两大千亿集团 你一下都得罪了 牛逼呀 你们啊 真的不是我们同学 尊对你哥 主要是 这真的让我们太扫兴了 你说一送外卖的 假装自己的老婆是 舒适集团的女主裁 这不搞笑吗 我告诉你 我看在是我妹妹的同学会上 已经对你们够认了 别给了你 我看 有人眼 是你还对吧 你动了 这么大的狗眼好好看看在座的各位 要么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要么是公司的主管 哪个不是你来乱千万 再看看你 流窮流费 不好好送我的外卖 非要来同学会找骂是吧 很不服是不是啊 你这么厉害的 你这么厉害的实力哦 啊 送外卖的臭表 非要 既然都被你这个穷女 我回你 滚过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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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让谁滚出去 公司集团的 跟万琴 他这样来了 给副总裁问好 副总裁好 你是副总裁 他居然没吹牛 那说什么事而已 那没什么事 那点小事 不够我 我打算把他 给我开了 好吧 有一句吧 一个小喽喽而已 开手开了 夜市集团夜市迎到 夜市集团 为陆先生送上 地井江苑鱼 卡拉利福亮 支票一张 陆先生 上次的事多谢你 这些礼物 你挺收拾 他是我的员工 你要道谢 不是应该先跟我说 我若是不这样的话 又怎么有机会 能跟陆西争担担你了之 夜市集团 我劝你不要在我面前挖墙 我若是非要挖 我的天啊 两位美女总裁 为陆成 咒咒吃醋 他到底是什么人 好了 我还有事 陆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有空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啊 送你吃饭 这些东西 我稍会派人 希望你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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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吧 记住你说的话 走 亲一个想到你都困这么好啊 亲一个 想到你都困这么好啊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清颖 早说你哥跟两大集团都认识 刚才是我话过了 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这边就稳敬了 这群取缘扶持的混账东西 哥 这样啊 真的 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觉得你去不法 真的 哎 你 你个送外卖的 混得比家常所有人都好 对吧 你刚才也不是这么说的 比较 那是开玩笑的了 你光我这人 最喜欢开玩笑的了 哥哥 怪我 今天不应该叫你的 让你受委屈了 回家 给你做好吃的 你组长饭呢 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把苏总和叶总都骗了 可能是又帅了 你这穷臭屌丝样子 别看你现在很疯狂 等叶紫怡和苏万千万 你提掉以后 还是个臭层外卖的 还是一个底层 贱 没错 苏总和神主看上的人 等他归来 你就等着被苏总拆了 到那时候 你还是穷帮班一个呀 而且 还又称受神主的怒 各位 今天被这个剑 我讲过了位置 不如 我带大家 到顶层的至尊包厢 顶膀的至尊包厢 那可是有钱都买到了 下少啊 你真的能带我们去吗 你们忘了吗 下少的爸爸呀 可是迎圣大酒店的经理呀 我们下了少的爸爸 将下少自己的能力 一年到手几个月 他比某些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而且我们下少 靠的是自己的 这样看来 还是下少有本事呀 是是对 对呀 我上说白了就是吃晚饭的 那句好骂了 没了个女人 什么都不是 那么这群人 他真是不这么记性 不仅吃炎富士 而且 他都以肯定 所以啊 你就永远是个底层见明了 一点都不懂得变通啊 小子 这样吧 我呢 也可以带你去顶层的至尊包厢 是 但是前提啊 你得给我们大家表演个节目 比如呢 我学口教 如何 哈哈哈哈 酒店经理 就位 三分钟 我买下永生酒店 打我 你没听到我爸是营生大酒店的经理吗 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看他 好 你给老子等着 喂爸 我的酒店被人打了 赶紧带人过来 三分钟 笑死人了 我叫你 你还敢打人呢你快点 哎 你们就不能放 你就会还请你 你爱给他 你我们下颂 就跟他家伙面 就是嘛惹谁不好非要惹下手 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小子 你现在想下跪道歉也迟了 是谁敢打我儿子 给我滚出来 是我 敢打我儿子我看你是 老板 怎么是你 爸你在说什么呀 他怎么可能是酒店老板啊 混账玩意儿 你那张靖的同志 你敢给我得罪老板 叔叔这里面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就是一个臭宗安卖的 怎么可能把你的洗衣裳大酒店呀 去你妈 都是你个贱女人勾引我儿子 害得我们得罪路纯 老总 小小姐 是我的救急 哪有不及小姐 哥哥我不要提呢 换个东西还能把你跪 跪下 客套 给路红 客套 路红把一位置 来 大佬啊 我 好 下头 从今天起啊 这个酒店的经历位置 让住 亲眼 三年前 我的资产被大下风险 当时我联系不到韩国的首帅 但我最有问题的事 是你们妈妈的首帅 本来我想和你们一样过上普通人的车 但是现在呢 还是不让你们吃普通 从今天开始 这个酒店的经历 我们走 啊 哥哥 这个酒店可是价值千亿啊 当初我追了我的时候 是你们说我 这千亿酒店 还不足 沐晨 你是怎么买的这酒店呀 这钱还是我说话太过分了 你还不会介意吧 这些人果然只会去 不是 不过 玩玩也 其实呢 我是救了这个酒店老板 然后 他让我体验一体验老板的感觉 真的吗 当然了 不然你觉得 我一个送外卖的 家里又没背景 怎么可能买这千亿的 我就说了 怎么突然间多出一个老板 原来 你就在这起了一天 那个大老 你这话是开玩笑的还是 不知道是什么事 啊 你看啊 我不管我哎 不过 真的 当老板 真的 你这 你这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妈 当然是真的 这还用问啊 这小的资料我查过了 他就是个臭送外卖 怎么可能买得去酒店啊 你臭养死 你敢骗我们 你 等一下 喂 爸爸 受验 啊 行 我现在就回去 啊 你不能说 你不来也 说什么呢 你是我老婆 你我乱等到 你私底下就要就行了 一会儿进去 别等我再面中 好 好 外邪友你終於來了 還有妹夫 姐一會在爸媽面前別這麼說 就這樣 反正有妹夫在 什麼問題解決不了 你說是吧妹夫啊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媽 阿里好 你這廢物 也配娶我女兒 媽你幹嘛打他 你還護著他 你和他閃分的事情 這天你爸還沒找你算賬 爸呀 這麼多人看著他 您別讓妹夫闖上吧 你這樣 胳膊腫總是朝外國 你這麼做 會害了你妹妹的 哪有 妹夫他也很優秀的 優秀個屁 我查過他所有資料 初衷學歷怪賣員 家裡一個清潔工一個服務員 你覺得他這種 畢層殘缺的單親家庭 配得上我們家嗎 張阿姨說的對 這廢物 只會花顏窮 以蘇家的實力 可別讓這隻爛牙罵 就是就是 這個窮鬼相親了十幾次 十幾個女生都看不上他 這一次偏偏和蘇總結婚了 這說明什麼 肯定是蘇總被騙了呀 怎麼哪都有你們兩個 我們也不要是賴喊喊的話 那你們兩個 豈不是連牛糞都不如 莫玲 我是怎麼教育你的 別老是人生攻擊好不好 這還不都是跟媽媽學的 婉婷啊 我知道你不願意被催婚 但你嫁給這樣一個貧賤的家庭 你委屈自己做什麼呢 媽 我 你別說 我不管你是怎麼騙倒我女兒的 但我身為她的母親 我認真的告訴你 你們的婚事 我不承認 一個貧民窟的賤人 憑什麼高班我 趕緊滾 這裡不歡迎你 阿姨 您未免太過於傲慢 你一個賤人 怎麼能看到上方的風景 我不想跟你多說廢話 你趕緊滾 馬上跟我女兒離婚 如果我說不呢 你有什麼資格說不 你看到 能被邀請到這裡 哪一個不是身價上千萬 你一個初中學歷的外賣員 就算你送一輩子外賣 也比不上人家動作手指 算得多 張阿姨說得對 我這奇了怪了 你怎麼一點都沒有自尋失明 像這種天天在大廈奔波的頂層建民 哪好意思來這種高級少年 呀 哎 又不是這樣 你啊 跪下 學柳生狗叫 我呢 給你要排一個角落的位置 順便呀 你們身體幾個股股股股看看怎麼樣 我 你 老兄成怒了 這就是你們建民的悲哀 現在面對責怪的東西 找我跟你們同意 你 你打我 一個有眼無珠的賤人 打就打 一個有眼無珠的賤人 打就打 這不是夜市集團准開夜尾離嗎 他怎麼也來參加聖宴 聽說他要做的全是State 這是什麼回的 別走 哥哥沒來得及跟你打招呼 你來幹什麼 當時為了陸先生 既然你們蘇家這麼不懂珍惜 把珍珠當魚 不如 這樣我們珍惜 陸先生 他們蘇家這麼不懂珍惜你 不如 你跟蘇婉行離婚 來我們夜市當務部總裁如何 謝紫瑩 有好 卸開嘍 家 既然夜家 這麼看重這個廢物東西 那就趕緊帶走吧 剛一桌子對 這蘇家的女婿有我就夠了 像這種垃圾 只來懷葉小姐當廢物給回收了 秦少 你終於來了 剛才是為了給阿姨準備禮物 錄上禮單個 哎呀 這都是一家人 還準備什麼禮物啊 你見外了 拿你的話呀 今天是張寅 五十歲的受辰 我當然有準備能大禮了 禮到 我親家送出 神主回歸 邀請函十張 地景江苑別墅 十共 990克拉 新鵝賺金一枚 祝張儀 足如東海 受苦南山 天啊 這神主腰井函一張都得上衣 還一下送十張 這一棟江景別院 最起碼得五千萬 再加上999克拉的鑽金 這些禮物 假設最起碼得二十個億 這一下不用等到神主回歸宴了 光秦一上就能把這個廢物踢走 我把他們踢走啊 我把我手子去 百倍晃回來 今天是張儀的生日 同時我也想成為我的結婚紀念人 晚晴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不願意 我們晚晴當然願意了 我今天就讓他跟這個窮鬼離婚 你們今天就可以去領證 我說張儀娘 你是不把我放在爺裡 還是不把我老婆放在爺裡 就是一個錢家人 至於你這麼困難 怎麼 因為你這意思啊 你還看不起錢家 你知道錢家和我們聯誼意味著是贏 那可是 能讓我們蘇氏集團 出上五百強的 機緣 我告訴你 只要我老婆 誰都沒資格把他從我身邊求責 幫我 一個月若幾千人領悟都買不起的外賣員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們錢家交換 就是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是什麼身份 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跑腿外賣員 再看看人家情商 一都集團的大少爺 東東手指賺的錢啊 就供你忙活一趟 只要缺一個錢家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 讓你們家組組這個事實消失 可笑呀 我們錢家上萬億的責任 你是用 用你那個電動車撞嗎 就啊 三分鐘 讓錢家破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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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笑死了 你一個外賣員 要讓我錢家破產 你是要用 你那個破電動車 賺我錢家大門嗎 賢少你有所不適 這錢的費用 我還說猶勝大走 連你都是他的呢 原來照樣沒打臉 原來 這不是第一次說大話呀 好 我陪著你等三分鐘 要是三分鐘我們錢家還沒有破產 那麼 你立馬跟外賢離婚 然後 當著所有人的面 你又滾這套去 你錢家都要破產了 你還跟我在這下補充 你爸要知道你心這麼大 估計會被氣死吧 你一個外賣員 和前哨的身份 天差地別 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說他 趕快跪下給他道歉 陸晨 我知道你說那些大話是為了我好 但對方可是京都的錢家 別說是我了 就算是整個書家和他們相比 也是不值得一提的 那我問你 如果說今天我把錢家得罪死了 你會像你們蘇家人一樣 對我欺之不理 置之不顧 到什麼時候了 回答我 蘇家輝 但我不會 因為 那就夠了 既然你已經跟我結婚了 那我就不會讓你受到任何人去 放棄 也不會讓任何人去 但是 在說大話之前 先看看自己有沒有這個實力 不然 你一個初中畢業的 見面 就會讓人笑掉打壓 不好意思 三分鐘時間已經過去了 我全家依舊是京都的大家族 而你 依舊是那個臭送外賣的屌絲窮鬼 現在立刻跟晚成離婚 就你的窮鬼 你想潘高真 成為我們書家的女婿 你做你的白日夢去吧 啊 喂 爸 我們賬的東西 到底偷送了什麼 哪兒花了 這哥是我們前家的財源 都被拔掉了 老是家讓我出去 要壞了 這 什麼 你一個初送外賣的 怎麼可能讓我們前家破產 快說 你是怎麼做到的 秦家破產了 你既然這麼做到 你的身份 果然不清楚 我就說嘛 有妹子在 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這陸淳到底是什麼樣子 怎麼能做到 前家破產呢 想說 他說的不是真的吧 我也不知道 不過 這兄弟很奇怪 每次說他話都會別實現 那他不會真的是 不可能 他的資料不超過很多次了 不是 不懂了 前家 很轉 一個區區前家 他不放在你 告訴我 下來了 氣都不放 阿姨 你不是一直想跪挺他們前家 現在前家已經破產了 你還把女兒送不去 初中畢業 家裡沒背景的關賣員 能讓前家破產 事實就在你面前 還不行 走走 你不過就是 相貓碰上死耗子而已 你不會真以為前家破產 是因為你吧 喂 這飯可以亂吃 話不可以亂講 蘇小姐向來單純 被這個口吹淫毅的傢伙欺騙 很正常 哦 對了 張阿姨 有件事情 或許你可能不知道 什麼事 昨天的招商會上 神主當著所有商業大佬的面 派人給蘇總 送去了聘禮 不出意外的話 神主會在回歸院上 向蘇總求婚 錢家在這個時候提親 怕 陸神主 什麼 神主給婉晴送聘禮 所以 錢家會破產 是因為惹怒了神主 但神主搶女人 婉晴啊 這麼大的事情 你怎麼沒說 你是不是把小婷封鎖了 要不然我們怎麼會不知道呢 媽 我跟陸晨已經結婚了 你這個嚇到 你是不是瘋了 那可是神主 世界千財首富 光是大下的資產 就達到了數萬億 那海外的資產 更是無數 這種超級大字 你看看 那是我們書家 八輩子修來的福氣啊 在神主回歸院之前 一馬上跟這個肺骨離婚 知道沒有 哎呀 你十句話有九句話都看不起我 好 我呸 你是神主 你也不撒多要照到你自己的窩囊樣 大家可別被他給虎住了 他家就住我家的隔壁 那窮人都上不起學了 神主了 我看到你是窩人神還差不動 這個人啊 看來運氣好 秦家之所以破產 肯定是神主 直播呀 跳得被這熊子 我窩囊 張阿姨 不如我們來打個賭 說了賭 賭出客氣幾乎是百分之五十一的賭 如何賭這麼大 你想賭什麼 就賭你們看不起的路程 會不會在神主和烏雁當天啊 哼 你的意思啊 賭他 神主 賭神主也太過不真實 我們做果然的生物 要比這個前色的更高 如此 管晴妹妹 沒問題 我 我們禮合同 你被人反悔 好 合同稍後我開日子 我們回飛院去 見飛行 媽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不跟我們商量商量就同意了 這萬一要是輸了 你覺得我們會輸嗎 夜市集團 和我們是幾百年的死離了 如今 我們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他們 我們自然是要把握住的 可是 沒有什麼可事 距離神主回歸院還有一天的時間 不管怎麼樣 在回歸院之前 你必須跟這個廢物把婚給我離了 至於錢家 我可以不讓你跟他們聯姻 這 這些是 你以為公司副總改很悠閒啊 這些都是手底下的項目 你得挨個生產 我也要出 對了妹夫 嗯 有個事情 我得先提醒你一下 是不是 就是 給跟我妹妹的事情 既然我媽同意不和錢家聯姻 那我妹大概率過跟你離婚 你得提前做好心理準備 不過沒關係 蘇氏集團的副總裁還是你的 婉晴不是那種忘恩夫義的人 那你這是過來進行安慰我 妹夫 我覺得 你人特別好 除了葉紙營 他們都不懂欣賞 要是 你跟妹妹離婚了 我嫁給你 你 要不 我找哥哥借點 這樣這個月的房租就解決了 不行 你哥的這種狀況 你無事不知道 他剛結婚 他自己錢都不夠用了 再別跟你哥眼裡了 哈哈哈哈 這個葉 天哥壺了 不交錢 有狗 然後這麼大 有狗 應該要宣揚 不能夠 sending 我們房租 Dziękuję 其務 趕我暖耳香我就跟你拼了 不願意也行 這樣我限一分兩個小時之內 錢給我 不然今天就給我混蛋 媽 我們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媽這是 我要搬出去了 這張卡里有很多錢 如果哪天需要用錢的話 直接去就行 好媽知道了 你要記得 對人家女兒好一點啊 我去銀行取點錢 那好你這邊需要什麼服務 男女兒 我想起的行了 那麻煩您出示一下身份證和銀行卡 我這邊合遇一下 好 那我帶著 這是一種就是 就是我的身份證 請說 呦 你叫熊的叮噹响 也好意思跑這兒來取錢 不好意思阿姨 您的身份證和銀行卡 經濟不足了 我必須去賺錢 原來是偷的卡呀 不是偷的 這是我兒子的卡 出屋子脫溫了吧 你還狡辯什麼呀 你滾開吧 你耽誤我取錢 出屋子脫溫了吧 你還狡辯什麼呀 你滾開吧 你耽誤我取錢 阿姨 如果您拆定這是你兒子的卡 您只要在這裡出屋子拿 你滾開吧 雖然那外面兒子自己吃飯都成問題 你就別想能取多少錢了 他這卡也能取個幾百塊錢 好 來 你還狡辯 你也隨便 我也是 老婆 compared上去 你還狡辯 很像 現在是取錢呢 就這樣跑啊 我還不是你兒子 更德行 你不讓網友跑不起來啊 剛才是誰抓的頂吧 小王王你白蛋 然後你去窗吧 是他 你把他抓起來 這位女士 我們銀行大時間拿不出這麼多的現金 就請你兩次 什麼 現在的銀行 就這麼窮嗎 你好 要不到貴賓室做 不用了 銀行用錢呢 您是要用多少錢 我想想辦法看能不能幫你湊齊 兩個億 兩千塊 少年 用兩千 不不不 有的有的 您可是至尊黑卡的持有的 別說兩個億 二十億二百億都有 至尊黑卡 那一張黑卡不是路程的嗎 難道他 剛才他沒得罪你嗎 啊那就好 那就好 該聽把錢取來 是是是 我現在給你當護衣室 媽 你回來了 你不好好陪人家姑娘怎麼回來了 媽 以後啊我們不住這兒 不住這兒了 那 那你住哪兒呀 我賺了一大筆錢 以後 我們搬出去 哥哥 夜市集團不是給了你一棟房子嗎 還回去了 哦 那我們走吧 天海一棟房子得幾百萬啊 你怎麼能買得起的 媽 這個就別操心了 走 你好 我們來看房子 不好意思 我們這兒的房子都是五百萬幾個 想要看房 需要證明有百萬以下的資產才行 我就看房子來 我就看房子來 還洗鼻子 我就看房子來 還有洗鼻子 當然需要 面內啊被某些手腳鋪乾淨的人 帶走的東西 是不是讓我們得不上 你好請問什麼 借過了 像這種穿過的人 一刻就是没钱的 带他们看房 真的是浪费的时间 哟 这一样穷鬼 还好意思来看什么 怎么干嘛 让我看到你了 真诡气 这句话 不应该是我没你说 连彩礼都错不及 还有脸来这儿看房 你买得起吗你 怎么了 玉珍 没事 我就是忽然叹像 之前相亏没跟这个穷鬼 消尽什么 突然怎么卖房量 那是你最贴心的 好吧 我看我这边请 喂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房的时候 你把这一副臭眼 还说什么要燕姿 他们来了 燕姿的事也不提了 你是不是滚眼看屁啊 这你们家这穷酸液啊 人家明白你们看出去眼镜不错了 怎么还有脸在这抱你 让我来瞅瞅吧 一个服务员 一个房间啊 还有一个送外卖的 你们三个加起来这一年的工资 恐怕就等下来瞎回天吧 啊 小子 你今天怎么没出来的外卖服务员 说人也不分高低格间 高级 你们也是他们的原人 是吗 你们家就比我们家更多 去 夏帅啊已经向我们家玉珍求婚了 马上就成为我们家的女婿 他有钱要搏买房你嫌吗 就是 幸亏我姐跟你相亲的时候 没答应你一个兄弟 不然哪有机会遇到夏帅 把这些行为 给我感觉 爸 我真想让你 伤心 居然 不然呢 你怎么回来了 你死了 我 要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二位老闆 你們什麼時候有空來這兒啊 誰給你的膽子 敢這麼對他說 啊 我放棄了 那你神像 我看是有些人心亂了 葉子營你閉嘴 你來這兒 當然是聽說陸先生又買了 可以過來幫他教你 這到底是什麼 竟然你讓東海神像最高到哪一程 還為他爭鋒之處 快點完了完了 你們這個樓卡我都用了 名字就寄這位陸先生 好好好 姐這什麼情況呀 這幾棟房子的價值壞情況 怎麼就送給他了 還那什麼情況 吃軟飯呗 你們吃軟飯的廢物 有什麼好心 夏少你不一樣啊 你馬上就成為你家女婿了 這歲樓房 我家被全包了 名字 你寫這個 蘇總你確定嗎 這些樓盤算跟不通上義呢 如果我把這些樓盤買下來 你也會有剩下問題 好 我願意 不過我願意 蘇總 葉總 他呀對於史丁城沒啥經驗 要不這樣 我來幫你弄 怎麼樣 你覺得呢 我 我吃晚飯的嗎 什麼老氣的 你這 挺不錯的樣子 姐 姐 你能不能給我找一個 這麼好的被包養的機會 這 這也太幸福了吧 姐 你能不能給我找一個 這麼好的被包養的機會 這 這也太幸福了吧 閉嘴 小展 這兩位可是天海的大人 等人家說話好聽的 不要動腦就麻了 啊 我罵倒是那些失利啊 萬青 我看內斧好像挺多人正假的 你要不要再考慮 老婆 找什麼事 陸準 我們離婚了 陸準 是不是覺得我沒有利物價值 所以 你已經體驗過了上樓圈子的生活 再加上 我給你的這些房子作為補償 已經足夠 但是現在 夢開心 怎麼樣 是 我喜歡的是神主那樣的天才首次 而不是你這種 只會依附一個 既然你這樣 那我沒什麼 這些話雖然難聽 但只有這樣才能讓你放下這段不該存在的感情 這樣對你也好 人 終究得靠自己 看見了沒 這就是吃軟飯的下場 隨時蘇特亞都會被一腳踢開 現在這個廢物 真的沒考上 我看你以後還怎麼休息 下手 他就一個底層見面 他不是說還哪有機會見他呀 哈哈哈哈 也對 走吧 我們換個地方看法 哈哈 這是 神帥回歸宴的邀請 來上他 你可以認識更多人 沒必啊 只是進個回歸宴 我還不需要 你 不就是一個女人嗎 比哥哥的能力 那還缺嗎 我怎么觉得我离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哥哥 你误解我了 好了 人家是天海千亿女总裁 才攀不起 今天一家人聚到一起 好好的吃个饭 好好喝个酒 把那些烦恼的事蹲放过 我 我喝酒 干杯 干 那个 我先去洗个澡 一会儿还有什么烟恨 去啊 你 你怎么进来了 走 去啊 你 去啊 你喝醉了 没事 你知道吗 每一次看到你和别人的情景 我这里就特别的痛 姐 我们可是什么呀 她什么呀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我都没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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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啊 人家前哨家族虽然破绽 但是他自己还是很有钱的 要不然你就同意和他相处看看 妈 你忘记你的承诺了吗 我才刚和陆成离婚 你就逼着我嫁给前哨 就为了一张至尊邀请函吗 你懂什么 我们苏家 现在如此的恶劣环境 只有拿到前哨的至尊邀请函 我们才可以和神主同一桌吃饭 才能有机会 他打什么话 妈 之前神主不是都跟晚清提过婚了吗 想跟神主搭话应该也不难啊 前段时间 神主一己之力 打败了全球股市 我们大厦股市千古涨停 现在追求神主的豪门千金 都不知道排了几条街了 你说 人家还能看上我们吗 万晴 你就听爸妈一次吧 能和神主吃饭 那是万金难求的好机会 而且 你要是和前哨成了男女朋友 对你也有好处 叔叔阿姨说的没错 我这张邮请函 之前有人出十几个亿 我都没有卖 若金用来讨你欢心 还不够呢 我不想做的事 谁也不能逼我 你这丫头 怎么就这么倔呢 你宁可嫁给陆晨那个穷鬼 也不愿意嫁给 能让我们书家崛起的秦少呢 妈 就为了一张 能够接近神主的邀请函 你就要把我卖给钱家是吗 为家族利益牺牲 那是很正常的 妈也是这么过来的 你就同意和钱哨相处看看 一步步来好不好 张爷 你放心 我肯定会对婉成好的 只要答应婉成嫁给我 那么这邀请函 都是你们所谓 我就是一张邀请 妈 我来告诉你 陆晨 你胡说什么 一个外卖员 除了会说大话 还会干什么 你刚说什么 就你一个吃软饭的外卖员 靠什么拿到邀请函 你已经在乱走 看来你全家还是不长机型 既然你这么看不清 那敢不敢和我对付你吗 啊 赌 赌什么 就赌我能不能拿到至尊要求 让苏家能做到肯定神主的意识 你要是说完了 如果我说了 那就自断双腿 永远从往前进去 陆晨 是放箭说什么吗 妹夫 你不用这样 因为我保你 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放心 一定会 如果你说了 就当着所有的面 跪在地上 边叫边给我爬出去 好 我答应 现在距离神主回归 还有十分钟 若是十分钟 你还没有拿到邀请函 那你就动死我吧 我们走 秦升 秦升 邓晨你疯了 这种必输的赌云你也敢逼 你知不知 你要是输了 他真的会砍断你的双腿的 阿姐 我一定会让你们苏家 拿到至尊要求 就你这个底层提名 知道至尊邀请函 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苏家千亿市值 都拿不到一张 就你 也能要来 这本来 前哨已经答应 给我们至尊邀请函了 现在好了 废物一来 直接把前手吓死了 妹夫 你真能做到吗 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要是真做到了 到时候 我给你一个神秘奖励 姐 我和陆成已经离婚了 你不要再叫他妹夫 我们苏家想得到一张邀请函 都费尽心思 更合婚陆成呢 这样吧 我这张卡里 现在还有五百万 你拿着它赶紧 你喝钱赵朵薇的水 我帮你拍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是什么人 就我 你就会 喂 我 陆成 神殿众人 恭迎神主回归 嗯 神主 您的亲生父母 我听说你要随便 正在赶来的路上 帮我 帮我 你们先去 要给我吃 是 妈 亲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哥哥 听说等一下神主的父母会来这里 找儿媳 而且等一下各大家族的千千 都会到这里来 招儿媳 哥哥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参加 我觉得吧 你参加一下 嗯 为什么 先坐下再说吧 好吧 呦 嘿嘿我还以为你这废物下面躲起来 什么 你 我 你们以为你现在正走的狗屎运了 竟然能在神主的回归宴上 哎 穷乖 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 你要是再敢出现在本上面前 我会把之前受到的屈辱 还回来 被苏总甩了之后 你小子又只能变成那个送完麦的穷屌丝了 你们这一家人啊可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 之前啊你那个穷鬼儿子是运气好 还让你苏总 可是没几天也被人给踹掉了 现在又想让你这个服务员的女儿去攀神主 人家是选儿媳 也不仨糕你要罩罩 会看上你们家 我们也没有罩罩你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穷 就该跪着 忍让 明白了吗 臭婊子还想攀上神主做梦吧 哎你 他不是为了攀上神主 而是神主一口向他求和我 哈哈哈哈 很好笑吗 狗狗 死啊 神主高藏高 dia 老妈又要搞什么 各位晚上好 各位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夫妻二人 今天来的目的 没错 招而起 现在呢 出一道题 若是在场的努力千金答对了 就可以作为我陆家的媳妇 成为神主的妻子 哎呀 玉珍啊 我们家能不能改变命运 全靠你了 哎呀 我和夏少都已经定过婚了 你这个傻丫头 那夏少能和神主相亲平论吗 只要你们被看上呀 就算当场鬼魂 还能说一个不辞 你们也两个丫头 这回呀 一定要争口气 只要你们两个被选上 你们说什么 妈妈都答应你们 就算咱们没有至尊邀请函 只要能成为陆家的儿媳 那我们家那个危机 他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是不是 对对对 之前 你不愿意嫁给钱少 故意嫁给这穷屌丝 这妈也不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 你一定要上心 你听到了吗 知道 下面有请三位小伙子上台 钱少 夏少 还有陆 好 来了 各位 题目很简单 就是在他们三位中 选择一位自己的女婿 选中之后 不得回婚 好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夏氏集团的少爷 年收入上亿 这位是京都钱家大少爷 虽然这家破产 但是钱家的底子呀 是非常雄厚的 用不了几年 就会重出江湖 这位小伙子呢 他很普通 他是一个送外卖的 一年收入十万左右 但是 他对家人孝顺 对爱人专一 也是一个 非常吃苦耐劳的小伙子 现在 请各位小姐来选择 对新木桶的小伙子 但是 一旦选定 必须信胜承诺 让咱们成为你们的女婿 这要是选全少 做的家女婿 就发达了 妈 我怎么觉得 这是在考验人品 会不会选择 最普通的陆陈 反而会被看上 平时让你少看的 那些垃圾电影 这可是现实 谁会放着 钱一资产的女婿不张 招一个只会送外卖的 废物女婿 就是你没听他们说吗 一旦被选中 就要成为女婿 这赔本的门 谁会去做呀 你们两个 除了陆陈 可以从夏天和前哨 两位里面选 知道吗 我才不要 我叫醒你 你这死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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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 还能干什么 我对我 现在通过的是 苏顽晴 苏慕玲 叶紫怡 还有杨青颖 请这四位小美女 去后台换一下婚服 陆总夫人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们能通过 因为他们选择了陆辰 陆总夫人 我觉得这不公平 那你说说 为什么不公平 之前那个陆辰和我相过亲 我知道带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臭松爱卖的 在我之前 他已经相亲过十几次了 四次失败 很明显 这种男的换正常家族都不会有 凭什么选他就能通过呀 我也不服 虽然说我们前家已经破产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怎么比 也不会比这个陆辰差 我同意前后说的话 这陆辰 是说扯头扯回一个穷鬼 身份卑微 为什么会选他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陆夫人 您这通过的条件 是不是不太合理 陆氏集团可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 你也选一个外卖员 妈 妈 你说什么 我们不是都通过了吗 你们觉得你这穷小子 作为通过条件 可能吗 你们已经通过了 只要你们同意 就可以成为我儿子神主的媳妇 你们同意吗 不愿意 什么 你们俩个死丫头是想气死妈妈 这个时候应该回答愿意 陆总夫人 先生我已经有先生 你是不是想说 对 就是陆晨 我 虽然 你出身贫穷 自身能力不强 一年也赚不到几个钱 但是 你很专一 很孝顺 遇到再大的事 你都会在前面向我抵着 但是 我们离婚了 我们离婚了 丫头 你这时候像一个穷小子表白 你是想彻底断绝了我苏家的财路吗 不理 你妹妹 那是说傻话 你不要说傻话 你赶紧说呀 妹夫 虽然你没有拿到至尊邀请函 但是 我觉得 你不比他们几个差 要是他们不嫁你 我嫁 不理 你这丫头在说什么胡话 你拒绝的理由呢 也没什么特殊的理由 就是单纯想嫁给你什么 好 那你呢 我只喜欢我哥哥 除了他 我谁都不愧嫁 好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样说来 你跟我的董鱼娥失败了 没记错的话 刚才你说了 要是失败的话 自断双腿 永远的消失吧 小子 你自己做什么 我说过帮苏家搞一张至尊邀请 但我没说过是什么 你的意思 这小子是小传卖的 是小传卖的 前哨 跟他说什么 这小子 向赖说大话 给他点苦头吃吃 即使 我甚至不用至尊邀请 也能赢下这场 你什么意思 你们要至尊邀请 不就是想坐到神主旁边吗 现在 我给你们这去 是吧 坐到第一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让坐哪坐就能坐哪坐吗 就是 你什么时候 能赶在这说大话的毛病 今天可是神主的回归夜 在座的哪个不是大人物 别在这说这些话 没记错了吧 你好好说你自己之前 就是神主 冒充神主 那可是死罪 等死吧 来人 把这废物给我双腿打断 扔出去 是 参见圣主 参见圣主 圣主 来吧 你们这些人胆子可真大 特别是你 这位是入室集团的秘书 难道 我真的是神主 他怎么会是神主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臭屌丝 怎么会是神主啊 那我之前跟他相接拒绝了他 岂不是 四位小美女 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后台换身衣服了呀 前哲 前哲 现在 你跟董月好像你就输了 该履兴中 你搞垮我们前家 还想对我双腿 我管你是不是神主 今天都给老子去死 老子小心 我去死活 我去死活 神主 我之前不知道是你 我向你得欠 向你得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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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跪下求饶 是不是有点晚 查我命令 凡是得罪过我的家族 或者是个人 冻结所有资产 让任何公司不得与同合作 是 我 装死了 想个钱了 还不 儿子 这些杂事处理完了 是不是该处理正事了 啊 儿子 选一个结婚吧 姐 你看看你不要白见 现在错过了神主这样的女生 我 哥哥 你别忘了我可以给你做饭哦 去我的话 我可以跟微美一起再回来 这样你就拥有一对姐妹花夫妻了哦 路上 我可以把苏氏集团交给你管理 我的一切都可以 儿子 选吧 妈 好难选 能不能 四个都要 有我当年的风范 嗯 我 我 你 我 那 没有